在这单元我们讲的是Excel图表设计里面的项目评比表 使用的是泡泡图来做 那怎么我们看一下结果 结果工作人员有没有看到 假设这是一个项目评比表 它有六个地区不同的指标不同的销售额 以及不同的达成率 我要把它做成类似于右边这个图表 泡泡图的图表 我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要把它分成两个图 这实际上是泡泡图 你会看到什么横条图 它也是泡泡图 这边是左边的泡泡图 这边是右边的泡泡图 所以这边要注意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是左泡泡图 这一个是右泡泡图 那这要怎么做 它是分成两个表格 S轴 左边这个一定都在0点 就在这个7点的地方 右边这个S轴 基本上来讲都要干嘛 在误差线 这边的误差线的最大值以后 再比它大一点 比它大一点 不能跟这个误差线里面的值 你不要给它来个200 就跟两个干嘛 强蹦 因为它会跑到哪里 跑到210几 强蹦到 然后再来Y轴的部分呢 基本上两个都一样 Y轴就是你这边的项目 有6个就从6排到1 有7个就从7排到1 看有几个排到几 左边的泡泡图的误差线呢 基本上就是指的是什么 销售额 右边的泡泡图大小呢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达成率 它把达成率抓下来 这样子 那这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我们来用范例说明 范例说明 第一个呢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把S轴Y轴气泡大小这个框起来 然后来插入 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要选的是建议图标 所有图标里面的泡泡图 就是SY散布图里面第6个 第6个气泡图 那我们选的是右边这个 这个把它抵下去 确定 确定完以后呢 这个图呢 我们基本上把它放好位置以后来调大小 调你认为适合的大小 先把它调好 调好 然后Y轴这边 我们的标题 我们就干嘛 等于A1 只要用点的 你不要 你不能用打的 你要点 因为它包含工作表名称 然后这个你自己在干嘛 点两下 你可以去设它的格式 颜色 有没有 字型这些都可以设 看你要设什么 都可以直接设完 直接设完 然后再来 不好意思 我要点两下 隐藏起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开始了 我们的什么 泡泡图已经做好了 那这边的标题 我也做好了以后 我就要开始做什么 我的 泡泡图 大小 把它点一下 按滑鼠右键 选资料 数列格式里面 你要把它大小调一下 大概是30左右 30左右 那这个没有绝对值 没有绝对值 没有绝对值 调完了以后 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画误差线 在格式里面 你看不到这个东西 你要在图表设计里面 才看得到 新增图表项目里面 我们要选的是误差线 然后选的是最后一个 其他误差线 其他误差线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是正差 正差 然后呢 无端点 无端点 然后 最重要一点是 制定的地方 我要指定值 指定值 然后呢 这个指定值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误差线的值 这里 把它按确定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点 这里面有点特别去看 它好像都在同一条线上面 你按Ctrl力 让它还原 它就不会在同一条线上面 它会直接就出来了 出来了 OK 然后呢 最重要一点 这线弄完以后 我们要开始着色了 等一下干嘛 填满于线条 你看自己干嘛 说这是一个建成线条 然后呢 我要把它干嘛 两个先去掉 两个 第一个节点一定要深色 因为后面我们会把它干嘛 加那个深色东西 第二个节点要把它浅色 浅色 然后呢 我的方向一定是线向向右 线性向右 这样子 然后最下面来的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这个宽度是25pt左右 它会差不多 然后呢 端点我们一定要选的是圆形 我们要选圆形 那两端才会变圆形 特别注意到的 那你今天发生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你设三什么 端点两个都圆形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啦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特别注意到的 我们要把它的纵向误差线设成0 所以你要自己再去干嘛 格式里面 去找 纵向误差线 就是这个 Y轴Y轴误差线 有没有 一样干嘛 格式号号 它的这个 定值 设成什么 0 设成0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 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做下面的 我们要选这个气泡图 有没有 一样把它按右键 资料数列格式 它要变成所谓什么 无填满无线条 无填满无线条的 然后呢 好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添加什么 资料标签 那这个标签呢 基本上 它出来了 有没有 在哪里 请你注意到 一般都会在你的右边 右边 OK 然后把它加要再去掉 加要再去掉 然后这个标签 我们再把它点一下以后呢 我们要选择它干嘛 它要 包含储存格的值 然后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的数字 你的数字 销售金额资料 所以这边 销售金额资料 然后 确定 确定 确定完以后 把Y轴跟显示指引线都打勾去掉 然后这个 你就可以开始设它的颜色 粗体啦 白色啦 Area啦 或者你这边还要跟大家讲 你12点的大小啦 这个都可以设哈 好 设完以后 然后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把Y轴 S轴 全部删掉 然后 加上这个端线哈 你看到有端线的 有没有 这都要直接干嘛 把它清掉 清掉 留下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留下这样的资料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们要下右边的这个气泡图 所以呢 我点图表设计里面 选取资料 我要自己再新增一个叫做气泡图 然后这个气泡图 注意到它的S轴 就是我们刚讲这里哈 F12到F17 Y轴呢 就是什么 G12到G17 G17 资料有嘎到 然后呢 气泡大小 就是我们说的这里 H 12到H17 然后按确定 然后 确定完以后 注意到今天 这个是什么 气泡图的 气泡图的 然后我们这边干嘛 一样点一下 按右键 新增资料标签 有没有 我把资料标签定下来 然后这个一样啊 右键 选资料标签格式哈 我们把它 一样用储存格值 是这里哈 注意到你的是什么 要给的是达成率 确定 然后把它Y值跟 显示自己现在都去掉 然后这个标签位置在右边 没有错哈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是 OK 右边了 然后一样的重点来了哈 我要讲是这里 你一样干嘛 点两下 你可以设它的 出体啦 字的 字型啦 大小啦 这个都可以一起设 然后这颜色呢 我刚才我们要 别的颜色 所以我干嘛 我资料标签格式一面 填满局线条这边 我要自己选一个颜色 我喜欢的啊 就测进去 好 这时候 右边这个气泡图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 然后呢我们再换来 再继续做下一个图表设计 选取资料 我要再做一个新增 再做一个什么 左边的 这叫辅助 辅助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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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辅助栏里 S轴一样哈 请你照原来的 它的辅助栏 第一个 S轴这边 Y轴 这边 然后气泡大小 这边 好 好了 按确定 再按确定 这就出来了 出来了 然后这个注意到 这里面就有两个产生点 第一个 这个点 按右键 我们要把它干嘛 设资料标签格式 它的填满 其实它填满 是什么 实心填满 然后颜色呢 就我刚选的 左边是深色的 深色的 这个 然后呢 我们一样哈 要把它做什么事情 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的位置 一定要干嘛 设好了以后呢 注意到要不要 完全没有 然后一样 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 这里 我要把它加资料标签 而且这个资料标签呢 一定是要在左边 左边 然后好的 我们把这个资料标签点一下 我把格式这边 我们要注意到的 这个加要去掉 我们要一样要选 储存格值 这个值呢 就是所谓的地区 台北到高雄 A3到A8 确定 然后把Y值去掉 显示指引线也去掉 然后再把这个做一下格式 你要出体 要中黑体 要12点 这都先做好 有没有 做好 有人问 刚刚那条横条怎么出来 那个很简单 你要格式里面 对不对 再去选 刚刚我们讲的 误差线 Y轴的S误差线 有没有 点下去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格式 这里 格式 有没有看到它两者 有没有 应该是正差 我应该是要正差的 无端点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定值 实际上你应该是制定 有没有 指定值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 误差线这个值 有没有 然后确定 有没有 出来了 看到没 它已经拉出来 这就出来了 那个原因 就刚刚你因为干嘛 有偏 有时候它会这样子 很奇怪 这样就做出来了 有没有 然后我们把它整个给它干嘛 关掉一下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图表 就像这样做出来了 我把它往左边拉 你就看到 这一个就是一个 泡泡图 它利用泡泡图跟误差线 来做出来的一个图表